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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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我所痛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啊 我站在门爱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哪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吉 得胜的 我要吃他 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与我 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咒应当听 今天很高兴 我们有我们的金里面传道 给我们正道 他的讲题是 我还在不冷 也不热吗 有请敬全道 弟兄姊妹平安 非常高兴 今天我们可以在Zoom里面可以敬拜神 若是可以 我们以后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这样一起来敬拜 这个题目 我还在不冷 也不热吗 我们先来 请大家猜两个地名 猜名语了 相差无几 你们猜一个中国一个地名 城市名 是什么呢 不冷不热之地 也是 请你们猜一个中国的城市名 现在给你们十秒钟 如果你们猜到可以举下手 当然你们不能讲话 因为现在给你们静音了 我抗亭党 猜啊 猜这两个城市名字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有人猜到吗 有人猜到吗 相差无几 就是大同 在河南是不是 不冷不热之地 是温州 我想大家都会哈哈一笑 那我们给大家猜迷 其实就让大家想到温州 让你这样笑一下的时候 然后让我们今天多多的 来注意到这个不冷不热 这是我们刚才读经所读到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 今天让我们众弟兄姊妹 一起来相聚 在您的面前 要来敬拜您 要来听您的话 主 您自己 圣灵亲自 跟我们来同在 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的心 像神是开着的 我也要听明白您的话 主啊 您跟我们同在 让我们今天一切 讲的 听的 主啊 都在您的里面 被建造 向您来回应 这样的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大家已经刚才读过了圣经 我这里面刚才 已经标示了这些重要的词汇 我们今天来看第一点 如果你手中有圣经 就打开 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先去 赶快把你的圣经拿来 因为我们 要让你们仔细的来看 打开我们 其实录三章 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这一段 我们会来看神的话 让我们多多的思想 神在跟我们讲 什么 我们先看第一点 就是来检视 检查 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 主耶稣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看 我们是怎么样 神都是知道的 别以为我们 弟兄姊妹 我们周围 甚至家人都不太明白 我们内心的状况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在神的检查之中 观看之中 我们的行为 都瞒不过主的 主都看见 主耶稣来责备 这老底家的教会 不冷也不热 主又说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巴不得或冷或热 这个怎么回事呢 难道冷比温水还好吗 是不是 他说你的温度 你是这样的一个温度 我巴不得你是或冷或热 我想我们好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难道 这个冷 主说你巴不得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说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 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我们先来讲这个温和热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猜 感受一下也知道说 这是讲这个鼠灵的状态 那主耶稣 讲到这老底家教会的人 他的鼠灵上面不冷不热 就跟神保持着距离 那讲到这个温水 其实是讲到老底家附近呢 他的北边有热泉 有很热的泉水 而他这个泉水呢 里面呢 矿物质很高 这个泉水我们知道 常常现在的人也说 去哪去泡温泉啦等等 就这个温泉水有特别的一个疗 对人身体有疗效 有医疗的这个功能 而这从北边 老底家北边 这个温泉流过 直到流到老底家的时候呢 这水已经不那么热了 成温的了 他就已经起不到那个热泉 热的温泉 对人所起到这个医疗的作用 没有了 而在老底家城呢 南面 你有看地形的时候 南面呢 还有哥罗西的地方 还有泉水 他的泉水是清凉可口的 让路人行路的人 旅行的人 他可以口渴了去喝了以后 就精神焕发 所以你看这冷的有冷的果效 热的有热的果效 那温的有什么有什么意思呢 不冷不热的 有时候像我们 如果有人喜欢喝汤的话 也是这样 热汤才好喝 冷的你很热的时候 很焦躁的时候 汗流满面的时候 去劳作了一番之后 你又想要喝那清凉的水 对不对 那我们说我们知道了 physically在身体上 我们明白这冷和热 那我们讲属灵呢 属灵的冷和热是怎么回事呢 那冷属灵的冷 有好吗 我们知道热 就是向主大发热心 这样渴慕神 愿意摆上生命 来服侍主 那冷呢 那我们说属灵上 我们的心灵上 这个人他是冷冷的 那我们其实说 这个人是冷的呢 那他就是不靠近主的 或不认识主的 这样一个人 不认识主的人 那他总有那样的一个时候知道 靠自己是不行的 我们人不能圣 人定圣天是不可能的 但人在生命当中 你遇到许多困难的时候 觉得说我靠自己不行了 我们还有机会向神来回转 来需要这一位主 我们唱过诗歌也是 人人其实都是需要主的 当我们冷淡的时候 那些冷淡的人 他经历的时候 神的恩典连到他 他看到自己的卑微 渺小破碎不行了 我自己靠自己不能 我需要转向主 我要认识这一位 创天造地 他那里面有生命的真意 他告诉我 我是谁 我应该在世界上如何行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 主说你或冷或冷 你还可以有机会向主来回转 你热 是神所喜悦我们 来向主 来摆上我们一个热烈的生命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或冷或热 我们想过一些男女 交朋友 青年人 他们谈朋友 这里面 来体会一下不冷不热 好不好 看左面 先不要看右面 这个大熊 大熊哥 这样 我们看看大熊哥 跟那个女友 左边应该是大熊哥 这个白色的 那个绿色的应该是女友 这样啊 到下班时间了 路上慢点 大熊说 你呢 你肯定回答我 我加班 女友说 对啊 你怎么知道的 大熊说 每次都这样咯 真不聊了 你们能 这个就继续不下去了 对不对 啊 这个是一个小的一个例子 一点的判断 让我们来理解一点 这两个这人的关系 我经常会说 一个女生或者一个男生 我遇到我的对象 啊 这个 我的朋友啊 他对我不冷不热的 我怎么办 其实你们觉得那结果会是什么 你想也想到 对不对 你看看大熊哥最后说 我想我已经没有气力跟你那不冷不热的态度做斗争了 什么意思 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 你愿意跟一个一个不冷对你不冷不热的人 过你的一辈子吗 我们都渴望被爱 我们也渴望去爱 一个不冷不热的态度说白了 他不爱你了 对吗 所以我们说 我们想到我们的主的时候 那我们看下面经文 主说我必从我的口里把你吐出去 我们在鼠灵上面 若是说不冷跟主不冷不热的 那主这样跟我们讲 我们以为还是温州啊 我们温温的 觉得 我觉得没有代价的时候 不付代价的时候 我就来敬拜神 就来参与 真正要付代价的时候 我就不回应了 跑掉了 躲开了 不参与了 我们看看主跟我们怎么样说的呢 主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看这个必就一定会发生的 就像男女交朋友说 不冷不热 那最后就没了嘛 对不对 那这里必从我口中吐出去 那吐出去什么意思呢 那你就不是属主的 你不在神的国里了 看到这个情况吗 多么的危险 对吧 然后我们看那个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看我们手中的圣经的时候 你还看 我还自己还 就像我 我在这个温水当中 有人说温水煮青蛙了 那觉得我挺舒服的 我挺富足 我发财了 我什么都不缺 可是我们看看 我们的这种富足 是我们在属灵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physical 在过这个生活 那我们属神了 我们认识神了 我们就这个 从你认识主的那一刻 就是一个小婴孩 誕生了 对吗 我们要追求你属灵的 那是永远的 我们知道我们physical 最后我们活70 80 90 100岁 你一个就是这样子 神给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神给我们有限的生命 为是要让我们 在这有限的生命里面 能活到神的生命里面去 你想过吗 哦 原来 我这个必死的生命 这几十年 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 更永远的 不朽坏的那样的一个结局 我要怎样把握 哦 原来我这个被 会要死的这几十年的生命 是有用处的 会要走到 从地上 走到天上去的 像我呢 还在这地上 定睛在地上 我有钱了 我有富足 我想买什么 我有了 我已经很满足了 是吗 主说什么 主说你是可怜的 你是贫穷的 看我们经文第17节 主说 说你你你你你 你岂不知道 你自己是那是困苦的 可怜的 贫穷的 瞎眼的 赤身的 下面指著 其实给我们总结了三 三点 让我们去买 去买金子 买火链的金子 金子让我们看出是富足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原来在我们以为的状态当中 我们是穷的 没有人想当穷人 对吧 我这人没有能力 这个人我没有付出我的劳动 对吧 我是成为穷人 或者我怎么命那么不好 我是个穷人 我怎么这么穷 对不对 我们都想成为是一个富足的 可是神说你要去 主耶稣说你要去买火链的金子 对吧 那可显出你是富足的 有点说我们去买白衣穿上 让你赤身的羞耻可以不露出来 让我们去买 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之前的以为 我是发财了 我是富足什么都有 那我们是以人以为的 是仁义代替了神义 我觉得我这个富足 那不是神要让你过的 这个让你的有限的几十年的生命 能够活到神的生命里面去 那永恒的美好的不朽坏的 那是神的意思 我们不要用我们的人意来代替了神 我就这样在地上 过这样我以为的这个富足的生命 神要让我们呢 要我们是一个富足的 是火链的金子 火链的金子 代表的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富足 你看 有人说我有金子了 好了 那我有金子 那我就用这个金子 可以买各样的东西了 可是你看 神说的 让主耶稣买这三样东西 一个是买金子 买白衣和买眼药 你看他不是说 你看经文 我们为什么让你们打开神经 他不是说 让我有了金子以后 用金子来买白衣 用金子来买眼药 不是啊 他是说你要买金子 然后买衣服 然后买眼药 他不是说用金子 我现在有钱 有钱什么都能买了 不是 他让你买三样东西 让你买金子 买白衣 然后买眼药 看见了吗 这金子跟这个白衣 跟这个眼药是并列的 不是说 你现在有了金子 用金子去买 不是 那你说这金子买在那干嘛呢 买了金子 摆在那看着吗 他说你说这个金子 代表这是富足 我们都知道这个金金 代表的是价值 这里给我们的价值 代表了我们的身份 这个你这火炼的金金 这金子就是不朽坏的 代表了你的身份 代表了你的位分 一个表证你是谁 你这永恒的不朽坏的富足 在神里面 代表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尊贵 不朽坏 让我们看见说 让你去买这个白衣 原来说 原来神让我们 让我们做的是买这样的金子 那意思 原来我们定睛看的是 哎呀 就是地上这个钱 让我可以富足 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有什么 这样对比的时候说 你那些是我们 现在觉得我满足了的东西 是必朽坏的 存不住的 是可怜的 那神让我们买的白衣 让我们可以 遮盖我们的羞耻 那意思是我们 现在所定睛 仁义所以为的 我的富足 这里面有什么衣服 我今天买的羊毛的 我买的这个是什么 是个纯什么 纯棉的 organic cotton的等等 这些神说 你真正的 要你买的白衣 让你遮盖你的羞耻 如果你没有神 让你买这些 我们是羞耻的 我们是赤身的 很羞愧的 对吧 我们其实人都有这个容辱观 不光我们华人 其实你知道 其实真正的说 以色列是非常重视这个荣耀 羞耻的 我们都想要过一个荣耀的一生 为一个荣耀的生命 以以为荣 你看这荣 我们其实都盼望 我们都很有脸面 我们都要这种荣耀 过这种有荣耀的一生 不想说我羞羞愧愧的 过了一生 这一生很丢脸的 我真的不甘心 不要到我们最后的时候 觉得我这一生 真的很难看很丑陋 羞愧愧愧的过完了一生 我们要有一个荣耀的一生 他说我们没有神 让我们这有白衣 其实我们过的是很羞耻的 我想我没有一个人想要说 我羞耻的过了一生 神要让我们买眼药 又没有神给我们这眼药 神要让我们买的这个眼药呢 那我们是瞎眼的 瞎眼 就有人讲过说 我们其实 实际上眼睛是最宝贵的 眼睛是最delicate的 是脆弱的 你要小心一个沙子都不容 一个小沙子你就揉啊揉啊 咬眼泪 他要保护这个眼睛 这个流出眼泪等等的 把沙子好流出去 这个眼睛都不容沙子 眼睛是最需要我们保护的 为什么 如果我们眼睛看不见了 你这剩余生就活在黑暗里了 你得让人拉着你 拿拐杖了 到处触碰了 人都得掺着你 别掉在沟里绊倒了 你什么也看不见 红色的看不见了 紫色花 白色花 春天来了 秋天落月 你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知道这眼睛多重要 你看不见光明就在黑暗里面 我们的眼睛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 是如此的重要 我们都知道 对吗 那么其实 我前不久的时候看过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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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说我们人哪 得到这个癌症里面 其实得到最多的 是眼癌 眼睛 眼癌 哇 要吓坏了 没有啊 我没听说呀 你觉得 就是真实的事情 你觉得 这个社会上 会真的给你报道吗 如果你报道 知道原来是眼癌 因为这么多人用了 用computer 用电话 都是智能的 你想想看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电话里面 智能电话里面 都会让你可以看 说我今天 我用了几小时的电话 对不对 你可能一看我今天用了两个小时 有时候三小时 哇 你又看看那些青年人们 那些手机 手机人 对不对 每天滑手机 你到晚上睡觉前 你让他看一看 哎 有孩子 有这个青少年的孩子们 说你看看 说让我看一下 你今天用了几小时 这个手机 他他不敢给你看 对吗 他会看到这一天 用了多少小时 在这屏幕上面 所以你就现在说 这屏幕 这个这个 电脑这屏幕 他这边的光 都会对眼睛有杀伤力 所以说眼癌是很大的 是很高比率 在这些cancer里面 可是你觉得 医学界高科技 他会告诉你吗 那你然后你还买不买电脑 你的手机还用不用 他不会告诉你的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就小心了 我们保护我们的眼睛 我们以为肉体 这个眼睛对我们的生命 是这么大的 是这么样的重要 那说是我们属灵的眼睛 圣经人说 如果你属灵的眼睛 看不见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那就是还不是我们今生的这几十年 那就是永恒里面 那你就在黑暗里面 所以我们看见 主耶稣让我们买的这三样 是真正的对我们 我们的永恒 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说 我就活在今生这几十年就好了 这永恒管他呢 你总有一天 你要知道说我要往哪里去啊 你又知道我们快要生命临终的时候 才思想的时候 才恐惧的时候 那你说做个聪明人 早早的来预备 我们会看见 我们不要用仁义来代替神义 那神要让我们做什么 神是谁是真正的爱我们的 神是为我们今生着想 为永生让我们来做预备 这里面 主耶稣让我们去买 去买火链的金子 去让我们去买那白衣 让去买眼药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看着你自己的圣经 看着上下文 对吗 你看看 我劝你要向我买 你要向我买 让我某一个人 这里面 我说这个 我们看这里面的会众 对吧 这些主耶稣所讲话的人 都是会众 对吗 让讲你们的时候 你们回应 我在这里问的时候 你们也回应 看这里面讲经文说 主说我劝你向我买 那我们都知道 买东西得花钱呢 付代价了 对吧 那买金子 买白衣 买眼药 你看看 我让你们再看一看的经文 对吧 十八节时候主开始说 你要向我买 那买 拿什么买呢 你想没想看的 你要买得花代价 我都已经来提醒你们了 肯定不是拿钱买了 对吗 那你看花什么代价 要买金子 拿什么买呢 乃是要让我们 你看是不是 要让我们 上下都会看见 我们底下也是让你们 发热心悔改 前面看的 要你上前 前文上文也让你看 因为那时候 我们就注重这些发财 在世上的一些东西 那你买什么 拿什么买呢 你要放下 你这个世上眼光 所看见的那些财物 你要放下来 世上这些财物 吸住你的眼睛 吸住你的心的 你的对世界上的这些财物 这些热心 你要放下来 用那些热心 就要转过来 用了你这些放掉 让世界上的那些财物 转过来 用这些 你的热情 你的生命 来买这火链的金子 永远不朽坏的财宝 看见了啊 这也是让我们知道 说我们世上 那我们世上 那我们也要过生活呀 那我就天天定睛天上 我地上不过了吗 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 是我们的生命 要活到神的生命里面去 那我们衣食 其实我们尝尝好多次了 我们再讲到 世上这些忧虑 忧虑 那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你看主导文理 我们都求 今日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其实我们真是知道 我们的一切的好处 都不在神里外的 我们吃的 喝的 我们以为 我们是努力的去挣来的 圣经上说 我们夺得货财的力量 我们能去工作 我们有一个健壮的 健康的头脑 聪慧的脑子 他智力 谁给的 圣经上说 这些能力都是从神来的 是神给你的 如果大脑很笨 我这个吃你也带啥 什么不能做 身体我瘫痪 我还能去做吗 还能去挣钱来 这些来买面包 买牛奶 买书本 还可以吗 不能了 其实我们知道 这些 我们能吃能喝 这些是为了 让我们来服侍神 这些衣食 这些是神给我们的 让我们有这些衣食 让我们可以去 侍奉神 所以我们 圣经上的人说 你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 我们能一天到晚 怎么样 能够挣更多的钱 挣更多的钱 我们就本末倒置了 对不对 这些钱 买衣食 是为了我们更好 侍奉神的 可是我们却把我们的生命 每天的努力 每天的努力 是为了挣钱 对吧 挣钱买衣 买面包 买衣服 你看是不是就 本末倒置了 对吗 这些衣食 为了我们更好的 去侍奉神 那是更是 那我也有衣有食 可是神说 这些都要 你要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神都加给你 我们那些 得获财的能力 神给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 你不要把那些 看得那么重 当然我们每一样 所做我们的工作 也都是来侍奉神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 是让我们的定金 我们的心 不在医生 衣服上面 不在食物上面 我们的心是在 要侍奉神 我这一生 要过一个 一个荣耀身份的 在主里面 这样有荣耀的一个 他的儿女 属天的 一个神国的子民 我们就看见 神告诉我们说 你要去买那 有永远价值的 刚才我们也说 你要放掉 世财 世界上的财物 那你的心眼 在那里紧紧的抓住你 你要让他不要抓住你 你要或吃或喝 你不让这些东西 紧紧抓住你的心 保罗也曾经说 说你用事物的 好像不用事物的 你用这些 我用这computer 也好像我不用的computer 什么意思 我不要一天到 这可能就坏了 我赶快去修 这可能不够好 再买一更好的 不 我用它 我好像无所谓了 我用它 没有那么重要 主要我的心 是为它能够更好的 来侍奉神 我吃这个面包 我吃今天这个 这个蒸的包子等等 我吃它 没有那么要挑剔 这个馅今天太咸了 这个菜少了 没有那么重要 让我们知道这一切 就是说你用它 不要那么挂心 为它让你的心修解 把你的注意力 把你的精力去放到这些世界的物质上面 用它的好像不用的 我们知道我们实在 我们得有更高的 人就跟那些动物不一样 我们人一直老想到永恒 我们人一直想到价值 什么是更好 动物从来不能这样想的 我们要好好用我们的灵魂 我的灵魂是什么呢 我的灵魂呢 你在想什么呢 我的灵魂呢 你要往哪里去呢 我的灵魂呢 你真正 你真正所思考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往高处 我们的灵魂都向往 那永恒和荣耀 主告诉我们 你要回转 说你不要再不温不火的 就是你对神 不温不火 用树林的骄傲 满足 或者我不care 实际上就是不care 就像谈恋爱这样 我不爱 其实是不爱 那我们就知道 想到那个解决时 主耶稣说 我必把你吐出去 那你就是不属基督 不属神的果 我们要警醒起来 这是神给我们 让我们看到警醒 说你现在要发热心 你要悔改 主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 一个生活 我会看见 发热心 你看看我能不能够发热心 热心从哪里来的 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信仰的飞跃 我们要有一个决定 齐克果 他是丹麦的一个神学家 一个哲学家 他说 没有信仰的飞跃 就会变成只有理性的宗教 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 你会看到这个信仰的飞跃吗 信仰的飞跃他告诉你说 我要做决定 我要向神发热心 你这是信仰的飞跃 你不能只是停留在理性上面 人必须有亲身切实的决定和参与 你要亲力亲为 不要让这个真雷志停留在头脑上面 所以你要做决定 就是主也跟你说你要发热心 就是我们要决定 我不知道等啊 等着哪一天吧 谁让我发热心了 等机会吧 不 你要自己的你的心 你的信仰要有一个这样的飞跃 你要是做决定的 我的心要决定说我要悔改吗 我要向神发热心吗 还是我继续的在这种不冷不热当中吗 我们要有这个信仰的飞跃 是自己你要向神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不要让这个真理是停留在你的头脑当中 我们看经文第十节说 是这样说 说看哪 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 你看扣门啊 我们看过一些的杂志 信仰的杂志 或者我们听过以前的一些的讲道 你看到这些slide里面 都有一个耶稣在那里扣门 对不对 我想你们都看过这样的一个图画 这幅图画往往很多时候被用来什么呢 被用来说用传福音的时候 说主啊在那些不信的人的心门外扣门 你开门呢 你开门你就得救了 其实你看 那真正那一段的经文 这一期经文是从启示录这里面来的 而启示录的上下 让我们看见 这一节经文是对那些相信的信徒 你看 凡所疼爱的我就责备他管教他 就让我们那些不温不火的 你不会要落到最后被主吐出去 神给我们忍耐 我们要悔改 然后你看这是对信徒说的 我在你的心门外要叩门 我们要回应主 要跟主一同来做席 我们做一个得胜者 什么叫一个得胜者 我们听见神的话 你看最后这句话说 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是什么意思 我们讲了这个每一个讲的这个教会 给主耶稣 让这个约翰给这个七个教会讲 都讲的 你看主耶稣其实没讲太多句的话 老讲这句话呢 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是什么意思 这告诉你们 你听见了吗 你要顺从 你要去遵行 让我们去遵行 让我们能成为一个顺服神和神心意的人 我其实以前就都讲过了 什么叫说我这个生命被神建造的能够和神使用 就像你手中我有一茶壶 我想要说用它泡绿茶 对吧 它有一个倒出来绿茶 然后泡红茶 然后我想倒出来红茶 我想用温水 我用温水泡 我用冷水泡茶 对吧 这个壶就要给我使用 对吧 这个茶 你想怎么使这茶壶 这茶壶就给你使用 对吧 我倒进热水 它给我出来冷水 我泡了绿茶 出来红茶 这茶壶 它不给我用啊 对吧 就像我们的生命 我和神用吗 和神要这么使 这么使用我 主说我去传福音 我说No 我睡大觉 主说你要去给这个安主 去传福音 你说No 我现在要去做饭 我要去买一件我很喜欢的东西 你觉得我们这是和神心意吗 和神心意说主要怎么样用你 你就 就像我用茶壶一样 倒冷水出冷水 倒这个热水出热水 我泡红茶倒出来红茶 那样的和神使用顺手 让你使什么 哎呀 神要是在你身上做的 就能成就 我们是不是 神要上了在我身上的 我不成就我 我就不给神成就 对吗 我们要是成为这样一个得圣的 和神用的 主说你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就是你要遵行 这过去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见 你看这一段 真正的让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 我们的眼睛盯在地上 地上我认为的那个富足 仁义我以为的 神就让我们的看 我们不要用这个代替了神的意思 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更美好的 他让我们用这一生来得那更美好的 可是我们就说这可怜的 我们就握住这可怜的不放手 对吗 我们看见神 你要发热心 你要悔改 说我疼爱你 所以我责备你 我在你心门外敲门 就是让我们要来悔改 让我们得圣 成为神 和神使用的 让神的那个美好的计划 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 我不要做那不成就 倒热水出冷水 倒红茶出来绿茶 我们看见神是爱我们的 我们遵行要成为一个 看神让我买那 我最后得那三样的东西 让我们有的永远的 这是我们的总结 我们总结今天的经文 今天这一段经文 让我们要得到那美好的 永远的那个财富 那个富足 我们都想富足 他那个富足是有价值的 永远不朽坏的一个富足 我们都想荣耀 让我们不要到最后 我的这一生所过的 都是羞耻羞愧 让我们鼠灵的眼睛 是亮着的 在光明当中 我想我们每个人 都想要这样的一个结果 主说你要发热心 你要悔改 你要有信心的飞跃 不要在头脑停在头脑里 要决定 我现在你们都要做一个决定 要亲力亲为 我们现在稍微的省察一下 来思想我们自己 我们今年 国语堂 有这样的一个题目 说不要怕 只要信 要得人如得鱼 我们真的就想起来 那个大使命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你首当其中 义不容辞的责任 就是传福音 或者是想跟他建立关系 但是我不能够停留在建立 关系的层面上面 我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目的 我讲福音 就从哪个角度在讲 可以不同的角度来讲 来回应 我想这个 并不是我们国语堂 对我们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的呼召呼吁 但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吁 让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这个话 让我们也是因着神不断的 对我们心里面来扎我们 让我们激励我们 让我们今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题目 让我们要得人如得鱼 我知道我们常常都有很多的害怕 那包括我自己 我也是人 也是怕人被拒绝 怕人骂我们是疯子 神经病 但是 我们 若是怕的时候 也是要把耶稣传拿来看一看 燕隆牧师 其实积累给我们 你看看主耶稣 他是怎么样勇敢的来传扬神的福音的 你要听从神的话 神就跟你来同在 我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有什么篱笆 我们的心里面来拦阻着我们 我们有没有 我们心里有什么小九九 算盘 可是我们知道 这里面看的我们是可怜的 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们还有悔改的机会吗 没有了 我们做一个那聪明的人 智慧的人 让我们听见神的话 就能够回转 那我们要 我们要过这个 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 我最后换着一生 盖棺定论 我们都想我们是一个 有价值的人 我们都想我们有荣耀 我们想我们自己是一个光明的人 对我们周围的人 都有许多的祝福美好的影响 这就是主让我们所focus 要买的那三样宝贵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决定 我们是不是 若是我们还停留在仁义 不去思想神义的时候 我们自己去思想一下 是什么在拦阻我 我们也祷告 求神 神啊 什么是拦阻我的 主啊 你所不喜悦的 若是我的心还仅仅抓住东西 求主你帮助我来挪去这些 我们不要说 哎呀我看看谁 他呀 张三他还不如我呢 李四也比我还差一点 我比王五还好一点 不是的 我们不要再做不冷不热的 就是你是不爱神的 就是你不合神 不想合神心意 这里面我们也求神 主啊我知道我还不好 你不要祷告说我还行 先这样吧 慢慢来吧 不是你要说主啊 我哪些还不讨你喜悦 主你帮我来挪去 你来帮助我 让我可以有一天说 我愿意合你心意 我一切我不讨你喜悦 主你让我有能力 圣灵给我能力 把这些挪去 我原来是抓住的 神不喜悦 我还抓住的 求神你帮助我 可以放松 可以放下来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 您这一段的经文 对我们来很大的来警告 来告诫我们 我们也知道您是爱我们的 来管教我们 也让我们今天我们的会中 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安静我们的心 来省察我们自己 现在属灵的光景 是不是在这种不冷不热当中 主啊我们也让我们 神也让我们看见 我们不要停留在这种没有价值 在永恒里面没有价值羞愧 瞎眼的黑暗的这种光景当中 主啊您还给我们存留机会 您让我们要发热心要悔改 主啊您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听您的话 让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 我们的心也可以听见 让我们就可以回应您 主啊若是我们还有什么握住的 有罪的不讨您喜悦的 主啊您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可以祷告求告您 让我们放下放松这些您所不喜悦的 要让我们看见神 您让我们传福音 我们今年也是要这样让我们 若是我们不知道怎么传 我们可怕人家拒绝 说我们首先第一步 我们带我们的朋友们来 我们今年每个人 我们家庭都力争说 我们带一个木道友 到我们中间来聚会 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 主啊求主您自己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向您来祷告 让我们可以向您来 求主您给我们力量 我们为这一切 就是要来遵行神您的旨意 套您的喜悦 主啊您是爱我们的 您也是责备我们的 让我们真是可以 有耳可听的 就听 就遵行 主啊我们感谢您 您宝贝我们 您是爱我们 所以责备我们 主啊求主您自己亲自来怜悯 让我们真的是这样依靠您的时候 我们就得力量 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 能够听了您 就能去遵行这样的一个生命 因为神说您说 这样我们就是得胜的 就要跟您在永恒里一同作息 主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应许 主啊求主您自己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的今天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我们这样听了的时候 主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灵的时候 主啊您的圣灵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工作 愿意我们都立志 主啊什么是讨您喜悦的 主啊您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这样的来回应您的爱 您的拯救